新鮮日和拼命 聖誕節一定要想起就是食火雞 但是火雞沒有那麼大的焗爐 又很難焗出來的 又不想平時吃雞那麼普通 那應該吃些什麼呢 不如試試今天這個鴨胸 材料有鴨、車尼茄、小椰菜、薯仔、橙 還有新鮮的薄荷葉 我買了一隻鴨回來 因為我看到買一片鴨胸 其實那個質量好像不太好 而且非常貴 預期是這樣 不如買一隻鴨回來自己片的胸肉出來 其實是怎樣片的呢 非常簡單 這個已經做了一塊 就是它中間有一條胸骨 沿著胸骨切一刀去深一點 這塊頭部 然後大腿這裡切一刀去 頸這裡 接著我們就揭開這塊肉 沿著臘骨 胸骨一路慢慢一路片下去 就拿了整塊鴨胸出來的,可以 這樣整塊鴨胸肉就起出來了 好,接著我們就把這塊鴨胸太肥的肥肉切掉 好,接著我們就可以開火了 油就不用太多的,因為待會這個鴨胸它都會有很多油走出來 然後我們就點麵粉 然後我們加少許鹽和黑椒去調味 好,那我們就把有鴨皮那邊就先煎 我們就不用太大火的,用中火 慢慢煎鴨胸 我們在煎鴨胸的同一時間 我們就可以把薯仔切片 我們選了這個新薯 這個是不是叫做椰菜仔呢 英文叫做Brussels Sprout 我們把它切定了 這個呢,我們是要把它放在鹽水裡面 煎熟的 把皮這一邊煎到金黃色之後 我們就可以反轉它 反轉它之後收小火 就是控制它有多嫩滑和有多熟 我們把這個鴨胸每一面都煎香 我們就可以把鴨胸都放在一起 旁邊也不要放過 好,鴨胸幾面都煎得差不多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放在一起了 而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用這個鴨胸的油 來煎我們的薯仔 剛剛煎完這薯仔呢 我們就加少許鹽和黑椒的調味 好,椰菜仔呢 它已經煮到它淋了 我們就可以撈起它了 最後呢 我們就做了醬汁了 醬汁呢 有橙和薄荷 還有牛油的 我們首先呢 就要把橙色的部分的皮 磨掉它出來 不要磨到白色的地方 因為就會很苦的了 你這樣磨的時候呢 很容易就會拿到那些橙色部分的皮 然後 一會兒呢 我們就擠一些橙汁 同一時間呢 我們就預備好薄荷葉 我們把薄荷葉拿起一汁 捲起它 切了 首先我們就開火 把牛油放進去 牛油力也融化了 你看到它這樣起了泡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拿些橙汁下去了 然後加一部分的橙皮碎下去 把它煮一會兒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關火了 關火之後呢 我們才放這個 其實最好呢 就是等它的溫度降低一點 然後我們才放薄荷葉下去 要不然薄荷葉一放下去 它就會焦了 而且會黑色 看不到這個綠色的了 好了 這個最後的階段 我們就可以 鴨胸也都休息完畢了 那我們就可以把鴨胸切片了 現在這個鴨胸你看到裡面呢 它是很嫩滑的粉紅色的肉 但其實它已經熟了 那這個呢 就是我自己最喜歡的效果了 好 那我們把鴨胸切片了 剛才煎好的薯仔放在碟上 我們把鴨胸放在上面 然後我們可以加醬汁上去給它 最後呢 我們將那些橙皮絲 放在上面 除了可以令到它的香味之外 也會令到它的顏色很漂亮 最後呢 就完成了 為了增添聖誕氣氛呢 就把它放在這個 聖誕百尿龜巢那裡 請給大家看 請記得訂閱 看看 有我們的頻道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